好 警惠我想请教你 因为你接触了非常多 这个捐赠器官的加速 那他们最常问的问题是什么 他们会想要知道是 第一个是手术的外观是什么 对 他们会在乎的 就是他到时候看起来 是不是能够安心 所以我们在这个流程当中 一定会告诉他 我们所承诺的 他是一个标准的外科手术 我们应该会做的遗体的护理修复 包含手术伤口的风和 那或者是说 我们有替代的 比如说一眼片 会是做这个部分的一个伤口的保护 你如果你要捐 你捐皮肤 那皮肤怎么 你怎么有办法 皮肤我们会去做爆炸 但是我们会露出来的部分 就不会取到 所以穿衣服会露出来的部分 他看起来还是很正常的样子 像这个就不会 穿这个就不会去取到 对 但是要大片 大片 所以大腿 大腿 屁股那种 那种地方正好都有衣服遮住 那看不到 对 江医师都疼起来 都完完完完完好如初 对 对 你不是有同 那个眼睛不同拿掉 所以逃脱警方 有在说一眼片 就是这样 他里面会填塞 然后会有一个 有一层 你其实就像眼镜 像眼镜 对 那家属 通常有没有什么误解 他们会担心就是 这这个中间会不会有一些 就是他们做了这个决策以后 医院就放弃他们 对 他们会有一些这样子的办行 所以我们一定会告诉他说 整个程序是非常严谨的 包含劳死判定 或者是检察官的程序 那还有包含器官分配 他们也希望说这个是能够 就是在在他们能够掌控的情况之下 还有包含后续 他们要得到的这些讯息 我们都会完整的告知 对 你做这个工作 也会让你有签吗 我很早就签了 很早就签了 对 我国中的作文的时候 我就剪了一个简报 对 那个时候就是会写周记 对 那个 那时候我就看了一个 器官捐证的这个 这个新闻的简报 我就贴周记 我就写我对于器官捐证的想法是什么 所以我很早其实就签了 你对生命的体悟这么早 我都写生命主义 统一中文 而且我们全家其实都很认同 这件事情 真的哦 对 爸爸妈妈你有问过他们吗 是啊 他们也都有签啊 他们也都有签啊 对啊 但是因为我妈妈 他本身也是癌症 他就说那其实我就只能捐角膜 已经了不起了啦 对 爸妈都还在吗 对对 那很好 那你说有遇过母亲节 当天要决定替孩子做捐证的故事 对 那其实是在疫情的 那时候很艰难的时刻 那他其实是一个有三个孩子的妈妈 那他跟女儿去市场买菜的时候 回到家爬公寓爬到五楼 在三楼的时候就倒下来了 对 那就后面其实发现 其实就是这种致命性的心率不整 那女儿其实非常 妈妈大概四十多岁 儿子呢 女儿的话大概是小二 小二 对 那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女儿很急紧 趕快跑到五楼去求救嘛 那很快的就一一九来处置 以后送到急诊 可是还是有经过一段时间的脑部缺氧 那我们也知道脑部其实六分钟以后 他的脑细胞 其实就是已经有一个决定了后面的预后 对 那其实那个时候要做这个决策 是病人本身 妈妈本身 他是有签署器官捐证卡 那病人的妈妈等于就是外婆 也是知道的 可是在那个当下 其实要做这样的决定 其实还是很不容易 那他的孩子 那时候还要参加会考 所以他们是决定说让孩子 是不是就是不要影响 可是这是最后的一个时刻 是 对 所以而且那时候疫情是 加抗病房的会客 其实都医院的探视都有限制 可是他 他应该是一个非常 非常好的妈妈 所以他的很多的朋友 同事 闺蜜都来送他 那医院也特别通融 就是说我们从加抗病房 出到手术室这一段 让他们能够一起陪伴他 那女儿那时候还准备了一个玩偶 他说他想要代替 他想要这个玩偶代替妈妈 就是他可以让这个玩偶进手术室 陪伴妈妈 就像小女儿陪在他身边一样 是 是 对 那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母亲节这个节日嘛 所以我们就问了 问了就是外婆这边 就是说 那我们有没有必要避开这个节日 因为每年以后遇到这个这个时节 大家都会为这件事情 会会挑起 那那时候妈妈就告诉我说 其实他看到女儿躺在这里 他其实也很舍不得 他如果今天他能够以一个悲伤 让母亲的心情 去帮助其他的母亲 他们的孩子不要因为等不到七万一指 而会会惊艳到这个生理死别 是 所以他愿意 他愿意在这个时刻 他愿意这么做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一路送到手术室的 那个过程当中 妈妈实时还是一直就牵着女儿的手 那小女儿也是牵着妈妈的手 所以最后我是牵着 等于是外婆跟小女儿的手 让她们能够放开 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他其实很纠结 就是说其实小朋友会不会担心 就是说到时候看到妈妈会觉得舍不得不像 我就说 我就蹲下来跟妹妹说 我说我知道你心目中妈妈永远是 就是最爱你的那个样子 那所以他就告诉我说 他他觉得妈妈一样 都是一样 他只是睡着了而已 所以其实最后看到妈妈说是很安详的 所以他们也就能够理解做这件事情 真正是对于这个无可避免的死亡的当下 一个抓住生命的意义 你觉得我们要怎么说服 大家多捐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 就是应该叫做要让大家觉得这个环境是友善的 这个环境是友善 不管是政府 不管是民间 这个环境要让他觉得他是一个友善的捐赠环境 现在觉得不友善吗 那友善的捐赠环境 其实很大的 有很多面向可以考虑 像刚刚警惠讲的 我们可以用温暖的这一方面来走 所以就是家属陪伴 社公司要陪伴等等 但事实上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向 是 当然这是多方向 没有谁会对贼特 就是说荣耀的方式来看 像我们刚刚讲的王冠冠军 我们就给他一个所谓的 就是荣耀之路 荣耀之路 他从我们的神经外科加护病房出来 一直到 一直到开刀房中间 我们那时候是试试看 做做看 但我觉得效果不错 我们的 因为那天是礼拜天 在值班的 包括检验室的 包括血库的 包括那个加护病房的 有机会这个放下他的 duty的人 排成一排 排成一排 再从加护病房到开刀房中间的 那一条路排成一把 然后大家就沿路目送他 那因为他本身是警员 所以也有很多的那个警员 他的同仁陪着他一路走 那一路走老百姓就觉得 这是什么状态 怎么会那么 了解 那么壯观 让这个事情让他就变成 一个很骄傲的事情 对 所以